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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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回到第二节 我们刚才说起台湾书店 说起博客来 就是这么方便 你想想如果你在香港这么方便 首先书是便宜 又送得快 然后你又免费送到你家附近的71 你可以想象你买书基本上可能就靠它 对于一些独立书店的经营 就比较麻烦 很麻烦 很大压力 所以我们这一节就可以讲一下独立书店 其实台北很多独立书店都很有名 如果你说讲开文化界 其实之前我们有一本内地的雜誌叫《明日风》上 也有说有一群独立书店 或者几间是他们 在哪里呢 我最记得有一间叫《狗香居》 它其实在台大和台诗大那一头 我想大部分独立书店都会在那一头 它有介绍有一个 它有讲《狗香居》 它有讲《狗香居》 其实可能不是一群 是哪一间 是你介绍一群 是那本书就是 明日风我们介绍了一间 那一头独立书店都挺有趣的 通常都不是市区 通常都在一些比较学术 或者有文化气息 比较重的地方 那一头就有些人说它是辞少京都 或者是京都 是吗 是的 是 有些很生活 everyday life 中间就可能旁边有一些 有些理发店 有些卖饼干 卖什么 就是小茶居 旁边就有一间独立书店 我去那间就是《狗香居》 我去到那时 找了多久 因为那些书 那些路是 不是好像我们现在想的 即不是井字形 是的 它突然间有打车 是的 就是突然间就这样 然后又这样 然后又这样 然后呢 我比较难找 但是后来找到 它就 也不容易找 但是它门口那时就放了一档 生果档 后来我就发现它公休 那天 然后很失望 因为那间是 是一间比较出名 就是一间很出名的旧书店 在台湾 是的 这个是《狗香居》的其中一间 很出名的 但其实另外 我也想讲了一些 譬如重庆南路 哦 讲了重庆南路 就是很出名 譬如我记得我看过 几本有关的台湾旅行书 就是 譬如 它除了成品要介绍之外 它也会再介绍 如果你真的很想看书 你可以去哪里 那它就会 一指就指了 书店街 书店街 就是重庆南路 是的 重庆南路有个特别的就是 它 一条很长的 我不知道你会有多长 是的 很长 而且是大马路 其实 一条很长的大马路 我觉得长过 譬如 如果大家熟旺角 就长过 西洋台南街 长过 西洋台南街 长过 我觉得长过 是的 长过 有很多大的 即 它那些不是连了书店 但是很多其实是出版社的书店 譬如商务 就是台湾商务 譬如 还有哪一家 我不记得纳税 三文 三文有 三文有 也有很多大的出版社会 它们有书店 还有它们都会有相应的折扣 所以 大家其实打多少折 我觉得 至少都有八折 或者有时候它们就会七五折都会打 是的 这个就是重庆南路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找一些独立 坦白说的 刚才那些都不是真的叫独立 它只是黏着一个大出版社 如果真正的独立书店 应该好像你刚才所说的 譬如旧香居 其实在台北有一个区 它们叫做温罗丁 为什么叫温罗丁 其实就是三条街街 温州街 温州街 罗斯福路 丁州街 我没想到 什么鬼 旧香居在某个地方 是的 你刚才所提到的旧香居 就是在温州街 温罗丁 其实 为什么是那一区 这一说出来就很厌明 因为 其实有两间大学区 一个是台大 一个是 台师大 是的 那两间大学区的附近就是 这个温罗丁 对 两间大学区夹住的一个区 就是温罗丁 我们有很多道路书店 你刚才已经说了旧香居 就是一个很出名的 主要是买旧 不是主要是 二手书 只是买二手书的书店 是的 那个书店 那间是比较学术的 是不是 是的 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找 我想找回旧香居 但是我连个名字都忘记了 是的 那我就走到一间书店 就问他 是的 其实附近有没有二手书店 那他就指了我去一间书店 是的 那我去 那我找到他那间 那间不是我想去的地方 但是很多人 很多人在买东西 很旺的 那间是什么 那间原来那间是买学术书的 二手书店 就是那些大学生在那间买便宜书 是的 就是大学生的做一些二手书店 还有比如买CD 电影 是的 其实你当是一个二手市场 有意思是 但是你刚才说的 就是比较是提书的地方 我觉得在那个区 你有另外一间是很值得提的 就是唐山书店 唐山书店 唐山书店是很特别的 有些人说去 有某些人会提到他好像朝圣 为什么呢 因为唐山在台湾的文坛 和学术圈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就是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台湾仍是有戒严时期 他们的出版不是那么容易 就是有很多书未必可以出的 不可以出的 在正式的渠道里面 另外有一些外文书 就是英文的书未必可以进入 我知道有哪间 是不是真的翻译很多英文书 它不是翻译 它是翻译 导印很多英文书 是的 今时今日大家如果突然间看到一本英文书 哇 为什么这么便宜 你二手都能买得 就是可能二十多三十块 就是一本英文书 那你揭 里面你未必完全看不出来翻译 因为你揭开完全是英文 就是后面 然后那些出版那些 就是连出版资料都一齐 对吗 就是连英文的出版资料都有 就是不知道有多少版 你copyright reserve 都写出来 都写出来 但是有一个巧妙的地方 就是它某一版 突然间有印章这么大的位置 是的 是的 那就会写着唐山书店 哈哈哈 那你就会发觉 如果你买了回去 你就会觉得 糟糕了 这样 不糟糕了 也不是糟糕的 就翻译了大量这些英文的学术著作 那就影响了一代的 就是台湾的学术的发展 其实可以说是 另外唐山有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搞很多左翼的思想讨论会 是 这个也是有些人不知道 那今天 就是说出来 你觉得台湾是一个思想自由的地方 你搞什么讨论会 但是其实在某一个年代里面 台湾的思想的禁制很严重 很厉害 不让今天的大陆 或者更加严峻 是啊 譬如如果大家 有听过龙英台说 龙英台也提过一个故事 就是说他读大学的时候 试过 知道隔壁班 有一位男生 有一位男生 忽然间不见了 有一天人间蒸发 后来问一下 原来这个男生 跟他的一班朋友 搞一个马克思的读书会 接着就不见了 当然那是一个很严重的时期 其实七八十年代是开始解禁 台湾的思想开始活络起来 唐山在这个时代 就担起一个重要角色 做一个传播的作用 所以很多人今天去到唐山都觉得 哇 潮盛要去 还有很抵舍的唐山就进去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 没有没有 它的入口是一个很小的门口 然后很暗的 好像灯又暗到什么 然后就要落地楼 好像去了另一个世界 然后又要害怕 然后又要捐什么 然后就要去唐山 当然进去没什么很神秘 这次唐山已经没有做翻译的工作 至少我不知道 翻译 翻译的工作 已经没有做了 但是那间书店的书很齐 绝大部分的文学 社会科学 人民学科 全部都有 大量的书都齐 文学也有 如果大家有兴趣 我觉得值得去唐山 在哪里呢? 其实都是在温和丁区 它在台大对面马路 大家有兴趣的 可以上网查唐山书店 就可以找到 唐山是一个很重要的书店 其实那边还有很多不同的独立书店 我不再有一些介绍 不过可以讲一下名字 譬如有一间叫女书店 女书店 除了一间书店之外 哪一个女 女子的女 女书店 女仔的女 女书店 为什么叫女书店 其实那间书店 除了书店之外 还有一间出版社 还有一个团体 他们主要做的是 做一些女性主义研究的工作 又出版很多女性主义的书 台湾 跟香港有一个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们很多女性主义的研究 有很多这一方面 女书店这个名字有特别的 除了它是卖女性书籍之外 其实女书也有个借语 就是其实在古代中国 曾经有一些女性 她们会在闺房里面 创造一些自己的文字 那种文字就叫做女书 大家如果去到这个女书店 会看到有关的一些介绍 这个女书店 其实那一头 刚才Jacky也说了 有很多很多的书店 我自己是很喜欢那一头的 是的 我都很喜欢 你说是京都 我不是京都 但是我挺喜欢那个地方 因为走两步就是一间书店 然后走两步有一间 挺漂亮的咖啡 你可以在咖啡看书也可以 然后也可以走到书店 很轻松 挺容易走的 那条路 是一个很适合去逛街的地方 如果你对书 对喝咖啡很有兴趣 可以去逛逛 温和丁区的介绍是这么多 稍后可能我们有机会可以讲一些 其实我想讲一些台南 台南 我可以讲 然后我们可以再讲台北书 台北书战